继续方式学是微观式学是指一种历史研究 从事这种研究的实学家不把注意力气中在涵盖广阔利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 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 一个或几个历史事实或地方性的事件 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举步的 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 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 也就是说微观史学的结论所记录的或确定的 所以这是一个局部现象 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 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 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细效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地方性 以上对微观史学特点的归纳 即通常所说的一小箭单或一个